文化是怎么培养出来 西方的教堂是很有意思 教堂是一个灵魂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去考 每个礼拜那礼拜天 爸爸妈妈都把你带到教堂去 坐在那听 不去 开个耳光去 他就去 基本上我们小时候的教育 都是靠平时这么制作 法律是什么 法律是基于整个使命 价值观 还有整个愿景 制定出来强化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上中国叫法治 你们以后公司要建立很多制度 制度为重还是文化为重 大家想明白这个道理 公司内不是制度重要还是文化重要 一定是文化重要 制度是来强化文化的 有多少法律东西 你们都是生下来先看看法律书 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爸爸妈妈平时的生活习惯 这东西不能干 这是违背道德 所以你不许干对 中国今天讲法治的 西方的整个法治体系 基于基督教的信仰体系 它的使命 它的价值体系 它的文化 基于这上面建立了一套法律制度 如果我们中国的乳师道的文化 在这上面 你所有的制度都是来强化价值观的 所以请大家记住 公司内不一样 如果你的文化是必须明白 这是你的制度是强调使命 愿景 价值观 如果你这些东西做得好 制度可以相对来讲少很多很多 因为他知道这东西根本不用讲 他肯定不会翻了 当年英国是怎么统治印度的 你们知道吗 印度最早去派的是一些mission 就是一些传教士 英国啊 棒 派了五千个人到了印度 这印度到今天为止多难管吗 那这五千个人在那边 基本上他们用的价值观使命和文化是一样的 所以印度一旦发生暴乱的时候 英语发生说 好我知道他们肯定这么处理 果然这五千个处理办法是一样的 所以你将你的员工的行为标准 经过这些东西的考核训练 它自然会形成一层套的 所以很难改 所以你的制度要强化这些东西以后 强化使命 强化愿景 强化价值观 强化团队合作 这些东西以后 这公司会变得越强 变得越强 所以发现 这是我认为 based on这些三样东西 然后你再来考虑你的战略